一箱學童用的文具 這是學校新添購的設備嗎 即使這是台東攤販協會理事長陳真福 與台東縣議員張國洲 以及攤販協會同仁 來到仁愛國小送愛心 這年剛才有機會來做理事長 也可以說有機會來回饋才好 相信我們這個理工廠 台湾酒店這四年來就對了 機會就對了 這四年每年都是聖誕節 一定會加這個地方 都會送這個地方 這會先要用到的東西 我們會比較緩和弱勢的家庭 這會我們繼續執行 雖然不是很豐厚的東西 但是對我們小朋友是實質的幫助 此次的關懷弱勢兒童捐贈活動 也是攤販協會理事長代表上任後第一年 所推動回饋社區的活動之一 往後陳理事長將會帶領攤販協會同仁 持續辦理關懷弱勢家庭的相關活動 東台新聞溫格採訪報導 另一年就等於是